首届中国篮球名人堂已于日前进入提名阶段 目前相关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7月28号中国篮协举办媒体活动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表示 名人堂在中国是相对新鲜的事物 希望和大家共同讲好这个故事 中国篮协明云堂委员会执行办公室专家奖件介绍 除了此前公布的15位特别致敬人员和一个优秀集体 首届名人堂共举荐十位入堂人员 包括运动员七人及教练员三人 运动员中将包括四名男运动员和三名女运动员 我们现在这个提名阶段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八月下旬开始推举阶段就第二个阶段 然后10月份是终审阶段 11月会官宣入堂的结果 12月计划目前计划是入堂仪式 在运动员里头是对女运动员是有一定比例的保证 这个七位运动员有三位是女运动员 这里面是强制性的要求你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篮球的一个历史一个尊重 中国篮球名人堂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中国篮协明人堂委员会执行办公室专家谈结介绍 中国篮协将编转中国篮球通制建设中国篮球资料库 并且名人堂也有物理空间展现的计划 建堂 修饰和建库是三件事 物理名人堂也在我们的设计之中 修饰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进展 实际上修饰是我们最终确认的是要先做中国篮球制 由南开大学的历史学院来承担中国篮球通制的撰写 这个可能近期也会有一个官宣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篮球资料库的建设 为什么选择在今年成立中国篮球名人堂 中国篮协名人堂委员会执行主任徐继成表示 名人堂是中国篮球荣誉的最高殿堂 有了他做指引未来才能走得更远 中国篮球必须了解 让球移让中国篮球人了解自己的历史 那么名人堂它就是最好的一个 就是中国篮球它的荣誉的最高殿堂 你得有一个精神的指引 有一个精神的自信 你才能走得更远